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十二部经 那么前面是三分教 那其他后面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种 所以就有三藏十二部 有时候叫做十二分教 不就是分 一部分一部分 十二部 十二分 十二类 那后面第一结局跟第二结局的一个不同 稍微跟大家分一下 那么第一结局五百个人 那么有的时候三个月 有的时候七个月 有两种说法 那有的时候五百个人 有的时候一千个人 两种说法 那时间就是第一年夏天 然后整个结局的时间 有的时候三个月 有的时候七个月 但是一般以三个月为主 结局的人数 第一结局有的时候五百个人 有的时候一千个人 但一般以五百个人为主 那第二结局基本上就是七百个人 然后八个月的时间 那主要是这样 那么一千人是主要是大致论大唐西医记 都记载一千人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结局时间的话 因为大唐西医记 记载的是三个月 不过西南缅甸 记载的是七个月 就是第一次结局有七个月的 用七个月的时间来结局 但是一般北传的大唐西医记载 基本上是三个月 那第二次结局就是八个月 那么在佛灭后一百年 这个时候结局 那结局出来的基本上就是经跟绿 那通常就是杂阿罕经 后来有四阿罕 然后还有多一个杂账 就是小布 那小布基本上 就是把一些遗漏的又加进去 那像彼岸道品 基本上又略在杂账里面 那么 那像法剧经 有些也列在里面 那我们说佛在的时候 就已经有结局的 那么有一些经 那么像寄送的形式 那么基本上就有结局的 好 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再来看 看这个经文 那论的话基本上是没有 不过南传的都认为 南传的传说是认为 佛时代就有论 是有论 但那个论也叫做经 那但是没有结局没有论 基本上是第二结局之后 开始有论的形式 所以成立什么 昆勒跟什么阿比达摩 阿比坦就阿比达摩 论有三种论嘛 论是什么 论就是解释金跟律的 对金跟律的解释 那我们看杂案里面也有 就佛说了 略教说 然后舍利佛 那后面跟着解释 但是也不多了 那后来就有详细的解释 那这里有说到这个佛的 第一次结局虽然没有论 但是已经有详细 就是互相传授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你要背的不可能那么多 背的就是越简越越好 那实体下的你可以再多一些什么 那论有三种论嘛 就阿比达摩 孔乐 还有一种就是摩丹里加 那这三种论 论其实就是对经跟对律的解释 22律明了论 那么这个后面 论有时候写阿比坦 那阿比坦基本上是有部比较重视的 分门别类的 那他基本上是为了要真正明白 要得真实意的 后来就变成名相上的分别 所以阿比达摩 重在名相的分别 他比较重在名相的分别 反密的分析 这是阿比坦论的特点 孔乐的论重在贯通 精益的贯通 那么一般说像诚实论这种 就比较是昆乐的形态 那摩丹里加比较重在 那么大纲中药 纲药 那么这个像据手论 就是一种纲药的书 整个佛法 一有肉到无肉 那么的纲药书 那这种像我们 像玄奘有部 后来玄奘去写的基本上 论都以摩丹里加来为主 但是有部的基本上是 阿比坦就是阿比达摩 来当作论的代表 那像我们读那个 于且师弟论里面 他的论他不写阿比达摩 他都写摩丹里加 像我们于于且布杀界 修多罗障及摩丹里加 论 比那也 比那也修多罗摩丹里加 那如果有部的话就是 修多罗比那也 比那也是绿 然后跟什么阿比达摩 阿比坦 那昆勒其实是能够贯通的 贯通精益的 那昆勒留下来的不多 但昆勒解释的比较多 那这个是 那你看第一次结局 第二次结局 第二次结局 他这里说到 那么 第二次结局已经有 昆勒跟阿比坦的成立 那部派基本上 部派的分裂是在第二次结局之后 第二次结局之后 一百多年后 一百多年到两百年 不晓得什么时候 但是已经是第二次结局之后 第二次结局 生团还没有分裂 没有实质的分裂 但是彼此的意识形态 就是彼此的习惯观念 已经不太一样 但是第二次结局 还没有分裂 还没有 还是同法同聚 已经不太同意 同法同聚的 那大家的看法 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彼此还是同一个生团 还是同一个生团 到了第二次结局之后 不知道多久我们不知道 这实际上因为印度的历史不太明显 不过我们知道这是第二次结局之后 第二次结局之后还是一个生团 但是过后不多久 因为第二次结局是在佛命后一百年 那部派的成立大概在一百多年 一百多到哪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研究 但是好像也不太明了 不太清楚 就一百多年到两百年这个中间 但肯定是在辟舍离之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辟舍离已经埋下大家 辟舍离当时就是 就是因为有拿钱没拿钱 这个东西方的比丘已经杠上了 他就觉得你不如法 他就觉得你不开明 保守派跟传统派 保守派就是传统的 保守派跟改革派 改革派开放的都是年轻人比较多 保守的都是年纪大的 那么就是比较重传统 比较重随顺世界 或是比较重先人的传统 这两个比较重是要适应现代 比较重是那个传统的传承 这两个有一点点冲突 那么这种其实到现在都是这样 就是老一辈的跟先一代的有代沟 这个其实宗教上 政治上家庭上都会有这一种 像现在最常见的 媳妇代儿子 这个老一辈的就认为要怎么代才好 因为他以前是这么大的 先一代的不这么看 那么所以就常常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 这种不同的看法 那年轻人跟老年人的看法不太一样 那所以上座部跟大众部 大众部是比丘 年轻的比丘多 大众 那么上座部是德高望重的 德高望重的 老修行的多 那老修行的重传统 那么新来的比丘 他也不是说不重传统 但是他更重是要适应现代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 他没有达到一个调和 那么就开始分裂 所以一开始就大众部跟上座部 然后辟舍离结局也是这样 辟舍离结局东西方比丘的一个 一个起火点就是 他看到拿紧钱 那十四非法里面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 那么比较严重的是 但是主要的导火点就是 可以拿钱不能拿钱 那后来现在 后来就开始有所谓的 钱可以做尽 佛陀时代没有那个 钱做尽的这种事 没有 不是说你给他念了 做了一个仪式 那个钱就变清净 没有这样子的 那基本上 但是后来慢慢就有改变 因为不然 你规定又不可以 但是你现在没有又不行 那要怎么办 所以就会做改革 就用一个什么方法 让大家又可以适应现代 又可以不违反传统 后来就改啊改啊 就很多了 所以开始有很多步律 就这样来的 那你看你要适应哪一步 那你就像现在的 借施律师也是这样 四分利 五分利 十送利 那比较松的就是 凡是哪一步律里面 有开远的都可以开远 那么比较严格的就是 只要哪一步律说不可以的 就不可以 遮止的它就遮止 那么比较松的就是 四分利 五分利 哪一步律说这个可以开远 这个就不犯了 那比较严格的 只要哪一步律有讲到 四分利没有说不可以 但是五分利说不可以 那就遵照五分利 不管哪一步律只要说到它不可以 那你就是不可以 那比较开远的就 不管哪一步律 五分利说不可以 但四分利说可以 那依四分利 比较远的 四分利说可以 五分利说不可以 那依五分利 所以这个还是 这种东西到底见仁见智 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才好 所以律 你说律只有佛才能改 才能赐 其实你看四分利里面 那个塔加那么多条 那根本就不是佛制的 里面有一条 我们诵戒都有诵到 比丘尼戒跟比丘戒 应该也多了几条 但是基本的应该也一样 不可以 不可以把佛安在下方 挤在上方座 你们有这一条吗 有嘛 也有嘛 一样 就是说你如果有佛像 你不可以自己 睡在上面 活在下面 那个时候哪有佛像 那个时候没有佛像 所以佛陀 佛陀就算有佛陀 也不可以 不会制这一条 你不可以把我的相片 放在下面 你不尊敬我 佛陀也不会这样 制这个戒 但是他里面也有讲 在什么时候 怎么样佛制这个戒 这个很明显是编的嘛 那么有很多类似像这样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后来慢慢慢慢有加了 开始就各个部派 他有一些他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像衣也一样 衣就穿三件 那三件之外没有 像我们现在还有常山 那常山那当时 那我们现在如果再把三衣架上来 何止三件 至少都六七件 冬天要七八件 夏天至少有内衣 有中卦有长山 有中卦有长山 没有长山 像我现在就内衣 就是这一点短卦跟中长山 就两件 那裤子一件三件 身上一般都穿三件 佛陀时代其实也是这样 像南传的那个就三衣 下裙裤子 他只是没有做成裤子 他就一块布包着 然后身上一块布而已 那冬天的时候 再加一块布 九衣嘛 预寒的嘛 就三件衣而已 那像我们现在 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衣 到底算不算 那不算嘛 这个不算衣啊 这不在三衣内啊 所以你三衣不离生 你还要 你除了身上穿一件 排有两件要背着啊 那你说这样合乎戒律嘛 那一般是这样啊 像我以前去戒律道场 我去戒律道场结下就这样 要有一个衣袋 把那两件衣还要包着 那你身上穿一件而已 那五衣是从来不穿的啦 可是佛陀时代五衣就是下裙啊 他就是 他你不可能不穿 你身上至少要两件衣 那么洗澡的时候才没有 不然都是两件衣 那有一件 就是冬天冷的时候 或是要 比较实重的时候 穿的那个是九衣 比较厚 比较厚重 那么 但现在这里到底算不算衣 像如果像我们现在 佛陀时代没这个问题 佛陀时代没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 这个算不算衣 可是 我去戒律道场做的时候 这个也要做藏衣啊 那你又不算衣 你要做藏衣 那你 你做藏衣 这个就算做衣啦 因为 多的衣服 都要做藏衣嘛 还要点进 然后 所以这个其实是 看那个律师怎么解释 这种东西 比如说像 像七月要到 要普渡 拜鬼神的 到底出家人能不能吃 我也不晓得 从哪里研究出来 说不能吃 佛陀时代是脱波 佛陀时代没有这种问题 佛陀时代是脱波的 你脱波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你这个有没有拜过 拜过祖先 他们那时候也有拜的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跟你讲说 你这个有拜过 拜过的我不吃哦 没有不可能这样 脱波人家给你什么吃什么 也没有这个问题 但后来不知道 怎么研究到说 这个拜过鬼神的不能吃 但拜过佛的可以 拜过鬼神的 你吃变成你换偷道 拜过佛的就可以 那你偷道佛的 不是更严重吗 所以 这种解释 就是说 后来我又发现到 其实对于 这个就是论嘛 对于尖跟律的解释 其实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所以步派开始分哦 对一个名词 比如说有中阴生 没中阴生 那中阴生到底几天 然后阿罗汉到底会退 不会退 心到底是一个心 还是多个心 反正这种 这种都是论讨论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那个论 哇可多了 那么如果从论的形式来看 他是很严肃的 就看待这些事情 那么为什么讲四地不讲五地 不讲三地不讲五地就讲四地 那为什么是论的一开始是四三根嘛 软顶忍是第一 为什么这样分 为什么软在第一个 那么四三根在最后一个 那四念处 深受心法 为什么先观身 那后观法 反正这种都是 这种 这种都是论的一个形态 如果你们研究论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比如说简单来讲 人为什么有两个鼻孔 不是一个鼻孔 不是三个鼻孔 那鼻孔为什么在眼睛下面 在嘴巴上面 那鼻孔的呼吸是 轮流 轮流呼吸 还是两个一起呼吸 哪一边负责的比较重 哪一边负责的比较重 反正就研究这种东西 我是举例 我是举例而已 对一个法的 法的研究也是这样 那这个是论的部分 那论我们说就三种论 阿比达姆 那阿比达姆跟昆勒 在第二结局的时候 已经有了 已经有那个形式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像后来 我们讲的那个 那么多的论 那后来有专门以论为主的 那论其实是要弄明白 佛说法的原意 原来是这样 后来就 名相越来越多反命 像后来的部派阿比达姆 阿比达姆原来叫做对法 其实就是要 要把佛法的真实意显现出来 后来变成反命的分析名相 那就慢慢慢慢离开 那本来讲还清楚 给你一论收下去 越来越不清楚 所以论后面有什么 解释论的叫做什么 书 论书 解释书的叫做什么 书更明白了 更不明白了 本来经还明白 那你给他论说 因为论 论有时候是经的好几倍 那么里面解释的名相更多 所以解释经的叫做论 叫做经论 或者叫做什么论 论有两种 一种叫做 一种是一句一句的解释的 这个叫适经论 解释经的论 一种叫中经论 把它的整个主要的道理说出来 比如说据舍论这一种 就是中经论 它不是专门解释哪一部经 那么像诚实论这一种 也是中经论 那如果像这个大制度论 这种叫做适经论 解释莫后波罗波罗密经的 那这个其实都是解释 那么解释有很多种不同解释法 像瑞也有很多种不同解释法 我们刚才讲过 那么所以这个就变成论的形式 那主要就三种 那最早 现在的论基本上就三种 阿比达姆 阿比达姆是主流 因为有部是最大的部派 人才最多 留下来的资料最多 单单一生六足论 那么就非常多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么阿比达姆 坤勒 摩丹利家 那坤勒流传下来比较少 这个是对于 就好像我们的论文 有很多种形式一样 那么它有一定的规范 你必须要照这个规范 那这个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佛法经律论的情形 那经基本上就是佛说的 跟佛弟子说的 佛说的跟佛弟子说的 那么大制度论讲 就有五种人说嘛 还有天人嘛 那么就有五种人化人嘛 那么通常是主要是佛跟佛弟子 不一定都是佛说的 那么初期大圣的经典 通常都不用佛说的形式 都是用佛弟子说的形式 所以你像华严经 华严经八十卷 佛都说不到一卷 佛说的不到一卷 只有一小段而已 其他都是什么菩萨 什么菩萨说的 华严经有八十卷 佛都说不到一卷 那一开始就天人 就各个天人下来占佛嘛 前面一卷就这样嘛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读华严经读了好几年 那么所以大圣经典 也不说是佛说 但是佛弟子说的 佛弟子说的也是佛法 但是有些佛弟子说的 不是佛法 那所以这个就产生问题了 那后来就变成 他大圣经典 比较重视菩萨说的 后来秘密大圣 佛教使就讲这种 秘密大圣就是那些鬼 那些鬼神都是菩萨 所以也是菩萨 所以后来变成 其实就越来越复杂 就后来慢慢远离了佛法 那因为鬼神 鬼王 鬼神 这些全部都是菩萨 外道也是菩萨 那之前做外道 是为了射受那些外道的 反正就很多了 做鬼是要射受 这些鬼道众生的 要度化这些鬼道众生的 做外道是要射受 那些外道众生的 他都是菩萨来的 都是方便的 那后来就变成这样 那后来就是佛法跟外道 跟鬼神法 解脱法跟轮回法 已经混在一起了 那慢慢慢慢 菩萨就变成神了 那原来的菩萨是人菩萨 是跟人一样的 所谓的菩萨就是 人发菩提心 叫菩萨 后来的菩萨就不是 四只手 三头六背 四只手 六只手 三个头 一百个眼睛 一千只手 就千手千眼 然后 跟神一样 骑象 骑牛 骑孔雀 骑什么 印度神都是有骑 印度神都是有做骑的 佛陀 佛弟子没有做骑的 没有骑马骑牛 但是他们是有的 他的神都是有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刀立天王 或饭天王 骑孔雀 后来就变成 我们的孔雀明王 反正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那么像千手千眼的 这种 这种概念 基本上都不是原来佛菩萨 这个是讲到后面才有的 讲到这个秘密大圣佛法才有 只是我们现在这样 顺带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能讲不到那里 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 不过大概讲一下 大概讲一下 跟大家知道 好 再往底下看 那么 这个是 讲到 先讲十二部经里面 他说 这个 词一些传出的寄宋 而没有编辑的 像义品 波罗言 波罗言就是 笔案道笔 道笔案的 那么 如表达佛法的 后来名为 且妥 那 如来有感 有感而说的寄宋 名为 无问自说 就是十二部经里面的自说 感叹的 那这个在阿安经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 就叫做优陀纳 在北方 一般我们就翻作自说 在北方优陀纳成为 寄宋己的通臣 如法句 名为法优陀纳 法句就是法的一个 句就是这些文句 那么这些寄宋己 成为 或为 字述所送 像我们诗 五言拮句 它就是五个字 七言拮句 就是七个字 它不能超过 那么它要押韵 就会有这一些 比如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那么 诗词曲妇 规定不太一样 那么一般我们说 以诗为主 唐诗诵词 缘曲汉妇 那么到了清代是小说 那么这些基本上 就是它流行的 这些文体不太一样 那么但是印度 基本上众声音 泛音 他们那个众声音 便于记忆 所以寄宋 就像我们的文言文 它一个字 可能表现的 很多的意思 所以寄宋 有时候不解释 你真的还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可是印度人习惯用寄宋 来种瓜 因为便于记忆 所以后来 原来的法剧经 刚流传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可是后来慢慢慢慢 就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所以后来又加上解释 像初药经 后来又加上故事 像法剧披义经 那么所以这个是 慢慢慢慢后来形成 那经的话 后来就有解释的论 那寄宋也有解释的 那么像 你这些经 用寄宋把它表现出来 叫做重宋 比如说像你普门品 讲完了之后 就又用寄宋的方式 讲一次 那个叫重宋 那如果没有 就是寄宋本身 就是在讲道理的 那那个又是 那是另外一种 好 那就是我们说的企业 好 那么他说 所以他说 这个寄宋为因运所限 说的比较含混 寄宋有文艺气息 或不免过甚其耻 因为比较夸张 那印度本来就 在形容事情就比较 有些夸张 但是也有一些 他们习惯性的说法 比如说数字500就表示很多 800表示非常多 或是84000 那念念念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这个八 八十八百八千 八亿八十亿 八百万 这个都是形容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500 五百阿罗汉 五百事 五百节 这个五百形容很多 比如说比丘尼界 348条 一般就讲就500条 五百条 他会这样 他都形容很多的意思 他不是那个具体数目 不是的 那你这个这样的 你会有五百事 堕落五百事 我们会像这样 那这个其实都是 他们的习惯用语 像七 七是一个循环 那也是他们的习惯用语 四十七七 七的倍数 一七二七 四十九天 那么几个七 那他是 他是每一个循环 那这些基本上 如果我们不懂的话 那么就会 就会 有时候会 就是会错误 像我常常讲 就是比较习惯 我们用的 比如说三千大千事件 跟我们的语法不太一样 我们如果三千大千 是三千个大千 像以前李洪志在解释 就是这样 他不懂 佛法不是这样 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 三千 三千 这个三千是什么 是解释后面那个大千的 小千 中千 大千 一个大千世界 有一千个中千世界 一个中千世界 有一千个小千世界 一个小千世界 有一千个小 有一千个世界 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这个是一个世界 就是一个太阳系 是一个世界 有三个千 小千 中千 大千 形成的世界 叫做大千世界 所以三千 大千 只是一个大千 比如说六群 比丘 六群不是有六群 是有一群六个人 六个人一群 他不是有六群 他有十七群 一群十七个人 但是我们的语法 六群就是有六群 那一群几个人不知道 但是有六群 不是 一群 六群是一群 三千大 六是形容词 形容这个群 三千 不是有三千个大千 是一个大千 三千是形容 这个大千 是这样 那这个 比如说十万亿 十万亿佛国 不是有十万亿 是一亿 一亿有十万 印度 现在一亿不一定 各个经典人家不一定 但早期一亿就是十万 万后面就是亿 万后面 十进位 万后面就是亿 各十百千万亿 所以十万是一亿 那十万亿 是一亿 不是有十万亿 不是 是一亿 那类似这样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很容易混掉 那有一些文言文 寄送 那么它只是一个字 两个字 翻译过来 我们更难懂 因为它翻译那个字 它有文化上不一样 文化上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像 我们现在有文化 我们习惯讲机车 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机车 一种是人的机车 那你这样 你哪里知道 我到底 你的机车到底是 是机车的机车 还是人的机车 那这个外国人 如果听到 它不会分辨 但是台湾人就知道 台湾人知道 你这个人很机车 那是你怎么样 那因为外国人 一定不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文化 那印度的文化 也有类似这一类的 所以翻过来 所以像我说 在读经 你还必得了解 印度的文化 你才知道 它的原意是什么 那寄送 这个部分 就更麻烦了 寄送 有点像 有时候像我们的成语 每一个成语 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你不了解那个故事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那个成语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误会 有时候很容易误会 那么我们的很多成语 其实都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被误会了 比如说勾心斗角 我们几个例 因为我们读这个经 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不是形容 人跟人 在勾心斗角 不是 它是形容那个建筑物 那个建筑物 那个建筑物 建筑物的对称 角跟角对称 就是它建筑物 比如说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支 比如说我们的寺院也一样 这边的寺院有一支 有一支 那个屋檐的那个圆角 然后这边有一支 那么互相 互相要相对 要平衡要整齐 那个画那个是勾画画 那个恒心中心那里 其实它原来是形容 建筑物的对称 那后来就变成人跟人 其实是我们把它 类似像这样的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很多 那个就是文化上的 那么寺宋很容易被误解 就是我们一文解义 所谓一文解义 三世佛言 我们就往底下来看 就不多讲这个了 那么 所以它这里讲 那么 它说在佛法中 企业是不了意 那像不了意 不了意有两种 一种就是 它文字上 不能看出它的真正意识 这个叫不了意 这是比较不明白的 还要怎么样 还要仔细去说清楚 论说清楚的 一种就是 它是世俗的 世间的 不是圣意的 那两种不同 像为事讲的不了意 跟中观讲的不了意 不一样 中观的了意就是第一 为事的了意就是 文字上就可以知道 它在讲什么的 那个叫做了意 文字上不能够知道 它在讲什么 还要特别说明的 那个叫做不了意 那中观的不了意是 中观的不了意是 这个是世俗的 这个叫不了意 这个不是圣意的 不是讲无我 不是趋向解脱 比如说 比如说你说 这个行 教你行之善 师界升天之法 那个叫做不了意 教你解脱的无常 古空无我 这个叫做了意 那不一样 那为事的了意是 说得不清楚的 这个是不了意 说得清楚的 这个是了意 那 那这里 这里原来的不了意 也是 像为事这样的观念 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 从文句里面 就明了它的说法的 所以这个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听这个佛法 因为牵扯的因素太复杂 因为牵扯的因素太复杂 那么了解那个核心的意义 那读佛教史 只是让我们更明白 我们现在的佛法是怎么演变来的 让我们更清楚的定位 我们现在要怎么修比较好 其实是这样 那么 因为佛陀地址没有人在读佛教史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史 就是说 佛陀那个时代的 那论也很少 其实论也很少 四大论师嘛 舍利弗 穆建连 他已经怒念版了 那地址有流传下来 特别是舍利弗 舍利弗阿比坛 那么佳山元 那么居吃罗 这个是四大论师 好 我们等一下看 他说企业是不了论的 不了意的 律也有企业 就寄送 律也有 那像七伯通计 那个也是 我们最早送了四分律 那么一样 名人 这个是 人持戒 人得四种乐 人得三种乐 名义吉利养 死后生天上 人类是像这样 他也有祭送 那么那是 僧团中 常行的规制 那么起初是称为 法随顺法计 那么法的计说 有地址计说 及如来计说 好 那么这个 在杂案里面也有 就是如来所说送 地址所说送 那么这个计说 基本上原来是计送 他说对于身影的视力 比较不容易明白的视力 既说有明显 绝了的特性 那么 所以 对企业而言 既说是了意 那这里就变成什么呢 企业是不了意 既说是了意 那么因为 企业是寄送 他不那么 单单从文具里面看 看不清楚 他实际在说什么 因为就是文言文嘛 还不知道 那么既说就是 既说他就是 把他说清楚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 了意不了意 跟我们一般 知道的了意不了意 比如说第一 讲无我 这个是了意的 那么讲死后生天 这个是不了意的 是随顺世俗的 比如说也是像这样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原始的了意不了意 是你能够明了跟不能明了 你能够明了他在说什么 跟你单单从这一句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还必得要加上解说你才了意的 所以就变成既说是了意 那既说就是对于这些道理 明显绝了的特性 所以他就变成了意 律也有既说 那就是戒经的分别解说 后来我们的广律就讲 讲得很清楚 还加上故事 原来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么原来基本上就是戒经 主要就是确定你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那慢慢慢慢后来变成广律 那像广律我们现在有 流传在世间的大概有六部 那么另外有一个戒经 引光部的 别解脱戒经 但是他没有广律过来 那么六部就是南传的有一部 叫做同叠律 藏传的有一部叫做耿有律 那耿有律北传的也有 意境带过来的 就是南传藏传 南传的是耿有律 那北传也有耿有律 但是北传的耿有律跟藏 南传的是同叠律 那么北传的是耿有律 那北传的耿有律 藏传的是耿有律 藏传的耿有律 跟北传的耿有律差不多一样 只很小的差异而已 戒好像只差一条 其实差不多一样 那南传的同叠律 解释同叠律的像三建律 批伯沙 三建律其实就是同叠律的解释 那么那南传的只有一部律 叫做同叠律 北藏传的只有一部律 叫做耿有律 但北传的可多了 就这两部 南传藏传各有一部 就两部了 那么北传的有五部律 一部戒律 就六部 你看北传的四分律 五分律 十宋律 这个就从数字来看 四分律 五分律 十宋律 耿有律 生旗律 那十宋律跟耿有律 都是有部的 都是有部的 十宋律也是有部的 纠摩罗斯过来的时候 是依实宋律的 那个时候纠摩罗斯的时代 是依实宋律的 四分律是道宣律 是之后的 已经曾经把它想要改成耿有律 后来改不过来 因为四分律已经形成绅士 其实是这样 那你看北传的就四分律 五分律 十宋律 耿有律 神旗律 就五部了 还有一本解脱戒经 那你就六部 但是解脱戒经没有广律 它是影官部的 四分律是法杖部的 五分律是化地部的 十宋律是有部的 耿有律也是有部 生旗律是大众部的 那还有很多 没有翻过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 翻过来就这么多了 北传的资料比较多 特别是初期大圣这一代 部派跟初期的资料 其实特多 那南传战传的 因为他们单一 所以相对比较少 那战传的都是后期的 后期大圣 跟秘密大圣 比较多 那南传的 现在留下来 基本上就是 以同牒部为主的 金律论都是以同牒部为主的 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么这里说到 这里说到了意不了意 那么律也有记说 那就是戒经的分别解说 如波罗提木拆分别 波罗提木拆是戒 是戒 通常波罗提木拆翻作戒 比赖也翻作律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种说法 像施罗 施罗也翻戒也翻戒 那比赖也就翻戒 那么波罗提木拆一般就翻戒 就是分 一般叫做别解脱 一般叫做分 叫做别解脱 那么修多罗企业记说 是法与律共通 就是这三分教里面 这三种题材 因为现在如果这样来看 我们看 修多罗就是经 就是佛说的 佛是佛弟子说的 那么企业就是记诵 那记诵比较不容易明白 但是便于记诵 但是因为便于记诵 它字数有限制 所以它用简单的几个字 来概括这几部经 来说明这样 来便于记诵 那记说就是对于这种记诵 再加以解说 或者对这部经加以解说 那么因为经跟律都有记说 经跟律都有企业 所以就经跟律都有记说 因为你要重点 是要让人家明白 你重点是要让人家明白 明白你才知道要怎么做 那你说的不明不白 那等一下你跟人家暴露 那你说的不明不白 那我哪有从我哪里去 你接下来就要走了啊 就要如梭修行啊 你不知道怎么修啊 所以一定要明白 你才知道怎么修啊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我都听不懂你的话 听懂了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走 那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走啊 就像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地图 也会啊 那他这样是我们现在就要转吗 还是下次要转 有时候我们弄不清楚 你就不晓得到底是 现在要怎么走 所以他这里 修多罗企业记说三分教 这是最初的三分 法跟律 而且不只是法哦 法跟律最初的三分 就是修多罗企业记说 那么所以他是共通的 就是九分教 那么最多讲到十二分教 那不拍的时候讲到九分教 那后面后来又多了 就变成十二分教 那原来就是三分教 原来最多就是三分 这是最初的 法跟律的形态就是三分教 这我们稍微要知道 那么最初的三分 法的最初三分 以汉译的 扎喊南传巴厘语的相应部 相当 那么南传 当然南传的传说是 第一次阶级就已经有论 已经有三藏 那其实是没有的 那么第一阶级 或称五百阶级 那我们说过 也有叫做一千阶级的 就是玄奘去到印度的时候 他们那个烂烂头流行的 就是有一千个人 所以玄奘把他记下来 在大唐西纪里面 他记载的是 有一千人参加结局 那么我后来比对了一下 就是到底是谁参加结局 各个各部派讲的不太一样 各部派讲的不太一样 只能确定阿难加社 以及优波里 这三个是 这三个是各个部派共通的 那其他的其实就 到底谁参加结局 其实各个部派传说都不太一样 各个部派传说都不太一样 那五百个人 一千个人 到底是三个月 七个月 那也传说不一样 那到底是先送绿 还是先送经 传说也不一样 有的部派 这个我比对过 有的部派说是先 先送绿 然后再送经 那有的是说先送经 然后再送绿 那所以这个就 就传说不一样 因为已经经过两千五百年了 那即使到部派的时候 还没有到两千五百年 部派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部派论书 基本上大概是佛灭 像现在玄奘去世西元六百年 玄奘的那个时代唐朝 是西元六百年 大概过一千年而已 大概过一千年 那么已经是有很多种传说了 那现在过了两千五百年 那就更多了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第一阶级 佛法以后 还有佛法从不断从各处传出来 那么一定有的啊 为什么 因为你参加阶级的人 是少数阶级 佛地址阿罗安至少有几万个 至少有几万个 你扣掉 你扣掉那些已经露灭的 舍利伯木剑那些露灭的 那么至少还有几万个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如果看那些阿兰经 谁谁谁震的阿罗安 比如说一千两百 最初的第一年就有一千两百三十几个 一千两百五十个是长随重 那么再度一千两百五十个 就三加社跟舍利伯木剑年 一千两百五十个 前面已经有六十三个 就最初的第一年已经有一千三百多人 然后后来舍利伯木剑年在度的 然后那么这些十大地在度的就 就多了 但当富罗纳 富罗纳到他的家乡 苏鲁纳国 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 就建立了五百生切兰 五百也是很多的意思 那么就是建立了非常多的生切兰 建了很多的试验 那么也度了很多人 很多证阿罗安的 那么这个都没有算在内 因为都没有记载 只知道他有这样贡献 但是你们不晓得到底是谁 那么有些 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就是 像二十一儿 有些是这么说来 因为记载的又不一样 二十一儿出家受戒 是在苏鲁纳国的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 有些绿典记载 因为没那么多人嘛 所以还要等 等到有人过去的时候 那么才能够帮他受戒 那么算是苏鲁纳国来的 算是二十一儿 算是比较有名的 其他也没有啊 也没有听到 那这个三家社 只有三家社是知道的 三家社地址 一千个人没有名字 我们不晓得谁是谁 没有下来的 那么所以 佛地址其实阿罗安非常多 那个时候 结局的才五百个人 佛灭后还留在世间的阿罗安 至少也至少应该四五千人 至少至少跑不掉 好那去掉比丘尼 比丘尼很多正常阿罗安 比丘尼没有参加戒击 你三明六通也不行 因为如果一大制度认 这个记载又不一样 一大制度认说 参加戒击的人 必得要三明六通 你是阿罗安还不行 你会解脱还不行 阿罗安里面也有 拒解脱跟会解脱啊 会解脱还不能参加 像那个虚生 是会解脱阿罗安 不是虚生 虚生经里面 有那个会解脱阿罗安 没有禅定吗 然后虚生说 那你没有禅定 怎么可以得解脱 我是会解脱 那一种还不能参加 那个是一大制度认 就是要参加的人 大家设规定 必得要三明六通 所以后来阿难 正出国的 会解脱都不能参加了 你在出国的怎么参加 所以他不给他参加 那最后一个期限 阿难努力修行 要躺下来的时候 正阿罗安 然后他就去跟大家社说 我已经 真正 我已经正了阿罗安了 我可以进来参加吗 那你自己 从要十孔里面进来 你如果没有三明六通也不行 你自己从要十孔里面进来 他不开门 你自己 当然这个传说有很多种 那么大臣的记载就是 你自己从要十孔进来 就是说规定 第一个 必得是阿罗安 必得是三明六通的阿罗安 而且要是男重 当然不可能男女重 但是 你要知道 比丘尼正阿罗安的也很多 至少也几千人 比丘尼 当然有一些像大一道 那个是在佛陀灭之前 他都先陆灭 那耶稣陀罗也是赠阿罗安 大家设的这个原来的孤二 他也赠阿罗安 就非常多赠阿罗安 其实蛮多人赠阿罗安 比丘尼 比丘尼很多人 比丘尼没有参加解极 比丘尼利也是比丘解极的 也不是比丘尼解极的 那所以 所以这个 那这些没有参加解极的人 他把已经解极的东西 听了之后 他会发现 不对啊 我听听佛说什么说什么 这个没有解极进去啊 那么那个比丘尼也说 我听佛说过说什么说什么 所以他的地址 会把他师父的流传下来 那流传出去 那舍利弗穆建联 他有很多地址啊 那舍利弗穆建联的地址有参加解极 但舍利弗穆建联有250个地址 他顶多50个参加解极吧 没有到50个啦 因为不知道几个 因为总共才500个人啊 那舍利弗穆建联参加解极的地址 假设给他50个啦 那么陆涅盘的那至少还有一半嘛 那还有一百个人没有参加解极的 那他会不会说 我听到 因为他也是跟着佛 跟着舍利弗穆建联听佛说法的啊 他也会讲 我这个结极里面没有我听到的 我听到的是这样这样又会流传出来 所以初期大圣很多都是这样流传出来的哦 然后再加上再加上解说啦 详细的记说嘛 详细的记说就变成大圣监哦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说大圣监不是佛说的也很难说 因为这个是 因为参加解极的就只是那几个人 少数 他不是多数 你看那么多比丘尼 阿罗汉哦 阿罗汉哦 都没有参加解极 那还有出国二国三国的呢 还有很多居士 他也听佛跟他说什么说什么呢 那这个都没有加进去啊 这个在大家射手解极里面都没有哦 所以这些后来就会加进来 慢慢加慢慢加 就越加越多越加越多 那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佛法不断的从各处传出来 除了大家设结极的之外哦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 这个是很正常的 像应顺导师 往生了之后 那么也有很多 搜集应顺导师各地 那么莫保啦 怎么说的话啦 我听应顺导师跟我说什么说什么 也有啊 像以前 这个讲完就好了 我以前 我们在的时候应顺导师还在嘛 那也他去服务院开市啊 那我一次去南斗照顾我师父嘛 曾华长老 然后应顺导师就住在那里 那我刚好也可以跟他请教问题 那时候刚好发生 有比丘尼封掉 然后就是禅修然后封掉 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我对这件事就是类似像琢磨这件事哦 我一直觉得 怎么佛法 让人家成佛怎么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呢 因为修行修到 我们说走火入魔啦 神经错乱啦 这种 其实我看的非常多 我在服务院就看过很多风调的 所以我对这种事情一直有疑惑 我想刚好趁这个时间 应顺导师住在那里嘛 我就去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那里 我就去问导师 我说导师 那么你读书读那么多 那么有关于 这个比丘 修行修到精神错乱这个 佛法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可以对峙的 还是可以 可以就是把它医好的 我也很在意这种问题啊 导师想一想说没有 要靠他自己 那这个也只有我知道 我没有讲也没有人知道啊 那类似我只是举例 我只是举例 像有些佛只是针对那个比丘讲 针对那个比丘讲 那么那个 那个因为佛有时候出去也没有带阿难 也没有也不一定有 那一些比丘听到他也会说佛跟我说什么 跟我说什么 可是这个也不解体的啊 那之后会不会传出来 会啊 所以像这一类的蛮多的 所以后来有诗阿涵 又有小布 后来又有大圣经典 那大圣经典很明显是加上了很多 记说 然后有一些记说又比较夸大 或是说的比较多又加了他自己的 反正就很多这种 就慢慢慢慢就形成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经典 所以我们要了解啦 其实出其大圣有很多其实是从原始 就是这些伏地子所记说所听说但是没有录结起的 或是说他认为是这样的意思 他要把它说清楚 那所以他这里讲佛法不断从各处传承出来 由经师与律师的分别审核保存 所以慢慢慢慢就有杂账 有诗阿涵 原来只有杂阿涵而已 那但是原来的杂阿涵不是我们现在的杂阿涵 而是他的杂阿涵是原来大家是结起的 大家就杂阿涵 造次第的 那么后来多了之后 原来的杂阿涵有一些分到中阿涵 有一些分到产阿涵 有一些分到争阿涵 但多数还是保留在杂阿涵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核心就是这样嘛 核心就是什么 五蕴 六路 元起 四地 道平 就主要是这些 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么所以到了佛灭一百年 为了比丘能不能作此经验 这刚才我们讲过了 东方辟舍礼的比丘与西方 那么这个比丘 耶稣传出了重大的论证 而有所谓的辟舍礼的第二阶级 好那因为时间大概就到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其他的有机会 那么就下期再讲 其实你们自己看 稍微慢慢看 要把它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说有个大概的 有个大概的概念 知道佛法是怎么演变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那你懂这个有个好处就是 你知道那个演变 就好像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它是元起的 各种因缘的变化才导致这样子的 那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它的根本关键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读元起 知道佛告诉我们 我们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六路处起贪爱 关键在对近的时候无名相应 那个就是无名贪爱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去对峙它 就是在对近的时候 你要正念正知 那你怎么能正念正知呢 要先学习佛法 那么你要 你要常常 异持这个佛法 那依法修行 基本上慢慢慢慢 就可以把这个状况改变过来 叫做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灭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